挤在狭小的雅房 刮居的确诊者恐怕形成防疫破口 台北市大同区有一名确诊者 他平常在做资源回收 跟别人一起分租在拥挤的雅房 共用卫浴 但他现在已经染疫住院了 其他的租客却没有被匡列要求居家隔离 也没去做快筛 甚至连口罩都没戴好就出门 让附近的居民相当担心 会酿成群聚感染 男子家家门口整理回收纸箱 但仔细看这口罩却没戴好 一旁居民看到这状况 吓得赶快报警 因为他就和确诊者一起分租 雅房频繁接触 但就算远警来了 也只能针对没戴口罩开罚单 并不能限制他外出 这也是当地居民最担心的 因为这些租客明明和确诊者 有接触却没有被匡列要居家隔离 还未匡列的这个空窗期 他也没有强制约束 说他一定要强制隔离 大家的认知会比较高风险 台北市大同区这名确诊者 前几天出车祸 要到场远景别靠近他 因为自己正在发烧 送医PCR裁剪后 20后确诊 一度还被要求回家自己隔离 但其实他因为经济条件不好 和其他弱势居民挤在20坪亚房 每人居住空间不到4坪 还得共用卫浴 等于离头住户一定会有接触 但现在他确诊住院了 同户其他租客 直到现在也没被匡列居家隔离 继续外出趴趴走 搭地住户也无奈 别人劝不听 只能把自己防护做好 北市卫生局也回应 相关接触者还在匡列 只是现在全台筛减 大塞车 连带让疫调 没办法那么及时 就怕一不小心可能让病毒扩散 谢谢张涛林秉州台北采访报道